不好意思 這邊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昨天有討論要開放泳池的 事情 想問一下說 這天在討論中的一個結論是什麼 那接下來是想要問的是 剛才針對高端疫苗有提到說 有8P需要重新補相關的資料 請問大概是怎樣的資料 為什麼會需要重新補這樣子的資料 那再來還有在最後一個問題是想要問說 就是我們從南京爆發的Delta變種株的 疫情 其實現在正朝的中國全境擴散 現在包括南京 武漢等地都已經展開了 全程的PCR檢驗 那首都的北京也是出現了 七例個案 大陸現在在這個防疫的警戒 也是升高 想要請教一下指揮中心 這邊是如何評估觀察中國大陸的 現在的疫情 那我們對於圍堵Delta疫情 有沒有一些新的對策 以上三題 謝謝 對 相關只要我們在任何 不管是藥或 疫苗 只要任何在資料上面有任何的疑問 基本上都要請廠商要提出相關的資料說明 所以任何的疑問 這是在我們在審查藥物裡面 經常可以看到的 這基本上只是不會說 有資料不全的或資料可能有疑問的 我們就放著不管他 一定要把他就是 打破砂鍋問到底了 那一定要把他弄到是正確來才可以 否則是不會放心的 那至於在中國有相關的情況 我們有稍微注意到 好像有一些相關的警戒 是有升溫的樣子 不過 基本上他們所通報出來的個案數也不算多 雖然大概比以前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中國在前一段時間的 疫情 在他們一些特殊的方法之下 也得到控制 可是目前看起來情況有一些變化 那可以見得 就是現在的變種 那個變異株事實上是 對大家在公衛上面 在防疫上面 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那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在泳池的開放的部分 那在泳池的開放的部分 我們今天早上也跟 這教育部 跟相關的代表 做了一些討論 那基本上我們認為在選手訓練在這個部分 因為他有相當完整的計畫 那我們可以認為說 尤其是 我們這個相關要培訓的選手的計畫 應該要盡速去進行 那第二 一般泳池到底要不要開 那我們基本上是維持 我們會從這個 從不開放的名單 把泳池拿掉 然後希望把指引訂清楚來 那基本的方向 我們當然希望還是一樣 平時的準備跟應變的措施 那平時的時候就要包含了 相關的人流的管制 實名制 那也要做分時段的開放 然後定期在分時段的中間 都要做完整的消毒 那我們現在正在 請他們跟教育部來訂訂相關的 指引 那就可以來開放 但合乎指引 那也要報地方